好 我先講一下我這隊為什麼要這樣組 首先這個關卡呢 只有那個人龍獸妖可以進去嘛 所以非常明顯的齁 就是做球也是這樣吸可以進去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隊伍 那據我所知這個成就是頭尾人 然後三暗 三屬 那這個隊伍呢 剛好就是三個屬性 這個暗 光 木 然後加上三個暗屬性以上 好 這是我的配置 那因為這關卡 這個血量非常多嘛 很高 就是要連續爆發啦 那所以這邊利用基層去那個基層傷害 這我覺得蠻好用的 還有自身自己的血量也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啦 對 因為這隊都沒有突破 有啊 暗龍獅突破 其他沒有突破 不小心突破的 沒有 他給我就是突破的啊 但是不突破的話也能過 也是可以啦 對對對 因為今天端午節嘛 端午節 欸你沒有跟大家說關著端午節快樂 啊你也沒講啊 我現在想到啊 所以他們公司今天沒得上班 對 那我們就祝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端午節快樂 好 然後這個 沒有沒有人在乎 然後再來是這個摩斯拉 這個摩斯拉 你知道為什麼要帶摩斯拉嗎 因為他底下保底會有一排新珠 就是因為那個手電筒很煩啊 所以有這個會 蠻好打的 嗯 然後再來固定版面喔 光龍獅的這個固定版面 超級好用 剛好打王二 很好用 打王二 在洗 就是譬如說一開始你進洗啦 第七關那一關 水珠太多的時候 你如果覺得自己沒有疊珠的信心的話 光龍獅反正CD很快 是是是是 就直接看下去就好 是是是是 哈哈哈哈 對 反正固版在這關就是好用啦 因為那個手電筒真的超煩 好 好來 進關 進關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什麼是2x2的手電筒 就是 你在轉的時候你只看得到旁邊那顆珠子 你看不到其他的珠子 欸聲音會不會太大聲 不會吧 這個要不要我上一 欸欸 你的 你的悲迷糊怎麼有語音啊 太好了吧 啊我測試上他的悲迷糊沒有語音欸 這個就是我們的差別 好 然後我們這邊都要先洗個技能齁 洗三回合 嗯 OK吧 洗三回合 欸我是不是可以把 BGM關掉 因為這個就有BGM了 好好好我關我關 我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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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呢我們再洗一下齁 然後等到他CDE的時候再打死他 嗯 但這邊要注意的話也是要四隻一起帶走 這血量都很高喔 對四隻一起帶走 然後暗龍使打開 然後悲迷糊本身的話是 火光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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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沒辦法思考 反正就是要算好自己被迷糊到底有間距哪個 火光 暗 火光 星 暗 火光星暗 是四顆屬性 對對對 就是要注意一下要怎麼樣打暗龍使才會全體攻擊 這點很重要 然後這邊的話呢我們就 然後 存一下龍刻 對大家有感受到痛苦了吧 順便洗一個技能 那個2x2有感受到痛苦了吧 然後這邊的話 他是攻前盾嘛對不對 攻前盾 但是他已經打我了所以攻前盾其實也破了 那不能守消木 我們這邊的話呢 直接送他一個 送他一個 送他一個 全版新珠 1C 這是寫多少好像 好像57億吧我記得 57億 直接打過去 然後再來呢這個拼圖盾 不得了 這個拼圖盾 一樣齁 好像九十幾億吧 九十幾億 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對這邊使用那個基層 先開基層再開被迷糊 然後這邊就會基層傷害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靠被迷糊1C 因為被迷糊基本上只要開基就是兩百億 兩百億起跳 那這邊 下一關是基層 就是那個 那個兩隻小怪他會能力基層 暗木 就是說你場面上不能卡暗跟木 不行卡住 不能卡住 所以我們看一下天降齁 這邊有不卡 絕對不卡的方法 就是開龍科 自己綠掉 綠暗珠出來 但是我會先看一下天降 天降如果有的話 我就不開龍科了 因為龍科後面 在遇到王冠的時候 那20秒排珠其實蠻重要的 其實只會開到那一次 對只會用那一次 我要轉了喔 你要幫我看有沒有那個暗 暗木喔 好 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木 有有有有 有啦 看錯看錯 我以為沒有 有啦 那其實也可以不用開啦 也可以不用開 但是開了會比較穩 對 而且加上因為 暗龍石一定要打全體攻擊嘛 所以你自己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版面足不足夠 五顆暗珠 這樣暗木就有了 五顆光珠 或者是五顆星珠 只要場面上有暗跟木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們兩個好吵喔 在搞什麼東西 好 這邊的話已經 你看啊 悲迷糊還會講話 這邊要算好喔 暗五顆四顆 暗五四 五顆四顆嘛 然後 木珠五顆 對 但是你暗一定要轉到全體 雖然有光珠啦 就是你一定要轉全體傷害才行 如果不是悲迷糊的隊伍的話 更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怎麼讓老嗨 這張卡牌 這個真的超煩 這個手電筒 對你要怎麼讓暗龍石打到所有的全體傷害 因為這個關卡有很多是你要全部打死的 它不像是你可以打一槍 兩隻要一起打死 對對對 來了來了 該死了 該死了這個 洗技關 開你的摩斯拉 如果說對自己的在黑暗地形中手轉還沒自信的話 就開摩斯拉這樣子 而且因為這隊他有20秒轉出 所以 會比較輕鬆一點 如果其他隊伍可能10秒你要 在這手電筒地形你要去轉那個 很麻煩 很難轉 那光龍石的用處也是因為固板 你要對付6C或7C 光龍石都有固定的轉法 是吧 是 1 2 3 4 1 2 3 4 你已經開始陷入碎碎念了 比較緊張一點 直播會緊張 我這樣直播超級緊張 所以我才不答 1 2 3 4 加油啊徐哥 1 2 3 4 還差一個 這樣5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然後6COMBO跟7COMBO相對的這個災惡地形的話 會比較難難一點處理啦 所以這邊可能要 可能要 自己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底下摩斯拉已經有一COM了嘛 或者是說直接開光龍石 轉出固定的路徑 看大家怎麼取捨 哇你看 這邊是用 我是用手轉 7COMBO你也是用手轉 對 不愧是你耶 有錘商業霧錘 機操霧錘 機操霧錘 機操 基本操作 許哥這都基本的啦 可以開燈嗎 我也很想開燈 欸是小伊耶 小伊安安 好 7 過了過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拉普拉斯那關比較麻煩一點 這關是我覺得小怪裡面最麻煩的 最麻煩的 他是要打30下才能對他的攻擊 然後再來他是每顆暗 珠會附一個虛之印記 那只要一顆是兩個 兩重喔 所以你只要消到五顆有這個印記的喔 這種 消到五顆你就死去 就死去 所以這隊的好處是他血量多 如果你整隊界線突破的話 更高可以扛更多下 那這邊的話 他頂多大概扛個兩下 最多三下 那我們這邊的話先關暗龍石 非迷糊自己有內建追打 先關暗龍石 對一定要關暗龍石 因為他自己有內建追打 這樣可以追打更多下 然後記得都消1C就好了 1C新 讓暗龍石去追打 可是你那個1C也要選對1C喔 你不能消木或水 要用新 要用新珠或 新珠對 然後一樣齁 新珠 1C就好了 1C就好了 一定要選對 選 選對珠子喔拜託 然後這邊還有 痾 這邊 上面有4顆嘛 但是這邊有一顆5顆喔 所以會出 那個模式他一排轉星把暗兔轉掉 所以這顆消到也算喔 所以我們這邊拉開被迷糊 把整個版面整理掉 然後順便把血回滿 順便回滿血 這邊的話一定要記得就是 被迷糊他的追打 他是有限定屬性 然後再來喔 暗龍石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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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一吸就好 一吸就好 一吸他就死了 喔沒死 沒關係沒關係 血很多啦 血很多 這邊1顆2顆3顆 3顆不會死 3顆不會死 但是天將就不一定 喔耶 夠了夠了夠了 然後再來這邊齁 什麼都不用講 直接給他 直接揹灌下去 直接給他這個揹迷糊 因為他這邊的話 是手消三屬 傷害零攻 但是他是強化五屬盾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 而且你只要消到一個的話 他就是三屬各反擊200%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消到一個錯的 就下去了 然後這邊也是齁 他 禁手消這個 木暗火光 但是你手消心就沒差了 就直接一次全體 帶走齁 但你可以洗一下技能啦 不用洗 哪有人在洗技能的 你最棒好不好 你最棒好不好 沒有沒有 我趕時間嘛對不對 我趕時間 然後再來呢 這一關呢 洗啦洗啦 洗一下 洗一下 你看是不是還是要洗 欸洗不回來呢 就開悲迷糊 這邊看呢 看有沒有就是 自己有沒有 信心可以疊掉 主要是第二關還要開一次悲迷糊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稍微洗一下 這邊可以了 這邊先帶走 然後剛剛講過嘛 他是目屬性 才可以打出完整的障害 才可以打出完整的障害 所以這邊就直接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擔心 對老害是很重要的啊 大家龍隊必備一張暗龍石 雖然 雖然 雖然他只要卡住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洗一回合 左邊那隻就跳了 你看血量多了好處 不用擔心自己會被打死 好 不然的話其實他們 他們其實都打很痛 只是因為這隊血很多 所以你感覺不出來 當你在玩一些人族隊伍的時候 重點來了喔 水木要有 對不對 我們先開這個 基層 基層 基層傷害 基層傷害完之後開杯 因為他是手銷 手銷越多的話減傷越高 手銷越多屬性的話減傷越多 所以直接給他一吸 然後基層這回合的傷害 下回合那兩隻就可以一起帶走這樣子 喔 有看有沒有水 水火 有啦 有有有有有有 你看 就是知道是你在打 你在攻擊 可是你要看喔 下面那一排會轉心喔 可以啦 你許哥欸 基本超快 兩組水一組火 可以 兩組水一組火 其實正常轉喔 不要這麼多廢話的話 一場大概七分鐘就打完了 這個配置的話可以 一場大概七分鐘就打完了 對對對 不要太多廢話 我們在講廢話 因為我們要邊講解關卡 邊打 這邊的話就是火 水 全消 那星珠已經全體攻擊了 所以一定可以一次帶走 這邊的話也要注意 它是跟前面那個第三關的時候 欸 第三關還是第四關 這樣子兩 兩隻水都有轉到 對不對 兩隻水都有轉到 然後火珠都有轉到 就 就沒問題了 手銷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兩隻一起帶走喔 嗯 就是要做全體攻擊 就是要做全體攻擊 好 這邊的話 背迷糊的主場 背迷糊就無視那個指定形狀 指定卡普盾 只要記得到火山就好了 雖然你就算不到火山 這一隊的火山攻擊也打不死你啦 這邊也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 可以啦可以稍微洗一下 對可以稍微洗一下 因為等一下就是直接進完關了 可以稍微疊一點點 可以稍微疊一點點 炭治郎的分量 炭那種就是不好言說的 啊 我消到兩 我消到那個 手消兩星 所以傷害很低你知道嗎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邊可以開背迷糊 你只要王冠有一隻背迷糊就可以了 就夠了 然後順便把血回滿 你看 多棒多棒 進到王冠了 王冠你慢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對這個王冠蠻複雜的 對圖示 像現在它 你們可以看到王冠是 它的核心 核心沒出來 現在是核心沒出來的狀態 對對對 然後我們點它的技能 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 就是 它的意思是 你需要持續移動服食 每一個服食 你都要把它轉成黑白豬 拆心喔 如果你除了起手珠之外 還有一顆不是 就會被打死 對 直接死掉 直接死亡 百分之百死亡的那個 沒錯 所以你在移動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版面上有沒有 就是 全部都恢復好了 另外它是 競銷童鼠的 四COMBO 那這邊有寫吧 欸我看一下 欸沒有欸這個 它是啊 它沒有寫 沒有寫那個競銷 這邊啦 還是要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隻 看核心 喔這個這個 對 它是不能手銷重複的 不能重複手銷相同屬性 對對對 這個意思 但是心是通用的 所以心服食你可以把它 獨立看成任何一種服食 然後你只要達成它的條件啊 它就會張開核心 對 你就可以打它的核心 那你要把核心打死 就過了 對 打核心打死就過了 所以你這個進場的條件 就是你要先把這 讓它把核心打開 核心打開的條件 就是把整版錄成黑白 然後手銷 它指定的COMBO 但是不能銷同屬 不能銷同屬 這個意思應該很清楚吧 很清楚 然後傷害減至10%不重要 因為 這個第一階段的話 它其實是沒有血量的吧 沒有血量的 就是你打開 你達成條件它就會打開核心 打開核心 你有拿過超過5COMBO嗎 我自己是沒有 好像 好像 好像最多好像4欸 還是5優 我有5COMBO過 是嗎 反正它現在就是要4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 應該不會有超過5COMBO 應該啦 對 先錄版面 先把它整版錄成那個 還有一個暗珠沒錄到 有嗎 欸真的欸 那 新珠也算嘛 對不對 新珠是通用的 所以你新可以多消幾珠 欸 等一下 如果說真的珠子不夠的話 就是把新珠盡可能 我現在水 暗 木 星 欸你上5COMBO啊 會死嗎 會死嗎 再一次機會 看錯看錯 看錯 看錯看錯 你的眼睛很差欸 再一次再一次 好水 來星 暗 我們先把它這樣子消直排 星暗 是嘛對不對 對 是 木 火 暗 星 對啊是嘛對不對 對是是 放了喔 放放放放 好這樣子 這樣子就達成條件了 這樣子就沒問題 這樣子就沒問題 記得星珠是可以當作 然後他現在就進到這個核心打開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長得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那一隻小小隻的東西不見了 欸要怎麼讓它取消啊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那核心就跑出來了有沒有 那小小隻的東西 身體那個核心就跑出來了 有長出來大家有看到嗎 對然後他的條件是不能重複 欸 這個是 這個啦 核心章開始 達成 它消一樣 對它這邊給三康 它這邊給三康 你就是要手消三康 然後三康要相同屬性的符石 但星還是可以用 對 星可以用 所以這邊 這是為什麼要帶光龍石 你看我到現在都沒開過 就是為了這一關用的 因為這邊它會有那個中毒地形 對然後它這個六個髒氣有沒有 沒有這個其實就 就 之前就遇過這種 這種 就是避開它 就不要碰到就好了 然後是不是應該排除一下 好 然後 這邊的話怎麼開呢 首先先開這個 啊對這邊要打一下爆發 因為基層的話它兩倍 嗯 然後這段血量是200億 對要打一下爆發 所以還是要開一下 然後再來呢 開悲迷糊 因為悲迷糊也是有2.5倍 對 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再開暗龍石 欸才快關龍石 好然後再關開暗龍石 就是有那個種族 種族 種族 然後最後呢我們再開 這個 牌豬 牌豬20秒的牌豬 好 開完之後呢就是排三COMBO 三COMBO 然後不要去碰到那個地形 因為地形是20% 對 然後它會把你左上角的那個狀態 會把基層的狀態擠掉 所以不要去碰到那個 就出事了 我要牌囉 好2百億 你可以了嘛 你許哥欸 所以大家要記得 在核心張開之前是 不能同樣屬性的 在核心張開之後是 可以同樣屬性的 就是這個關卡比較值得 注意一點的地方 一二三 這樣剛好三COM吧 可以吧 這樣剛好三COM 無敵的吧 可以吧 無敵的吧 光因為星通用 對 星珠的話在這邊非常好用 OK 這樣打完就過了 就過了 他這邊是打30億 但是實際上應該是打 300億 300億 因為他10%嘛 因為他給三COM嘛 但是實際上他如果給個四COM五COM 傷害就更穩 因為你COMBO可以切更多 然後再來這隊是 只有暗龍史是界線突破 所以如果你整隊有界線突破 打起來一定更加輕鬆 對對對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王關的話 你只要打掉他的那個核心 就直接結束了 沒錯 你也不需要再來